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前楼出了两本书 一本叫吉祥图案 吉祥图案是以香港的中式建筑 里面看到的一些图案 譬如图素、灰雕、木黑等等 通过这些图案 就可以知道我们中国文化 一些传统 譬如习俗、信仰等等的地方 另一本就是最近出的一本 我们叫做《图式香港中式建筑》 这本书主要从建筑国里讲 就说将一些图楼留在香港的传统建筑 例如围村、书室、持郎、住宅等等 庙宇等等的东西 通过一些图片去介绍给大家听 知道这里的结构 那个意义、目的就是想告诉人 这个建筑里面的结构、细节的解释 通常我们带人来参观 就会觉得这一间旧屋 没什么好看、没什么价值 但有时我们会指一些小的部位 例如有些盐某版的吉祥图案 例如他们看到一只鸡 他们不知道鸡是什么意思 我们告诉人家 鸡是代表大吉 即是大吉的意思 鸡旁边通常都有些茅丹花 茅丹花代表什么?富贵 鸡通常是公鸡 公鸡会名叫,所以叫公明 然后茅丹就叫富贵 所以这个图案就告诉他们 他们希望这些孩子读书 有成就 能够考到公明、做到官 公明、富贵,是什么意思 这一个 第二个,我们进去那些祠堂 看到那些结构 譬如那些横梁、洞、柱 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有时我们听见的人说 小朋友读书要努力 还是做社会洞梁 那洞梁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会指别看 这些叫洞,叫梁 洞梁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承担屋顶 所以做屋洞梁就是要承担 他们就明白 洞梁在下面有个地方 在地上有一个台,有柱 所以也教训我们做人要做什么 台柱 就是这个意思 经过这个解释 他们就会对一些图案 对一些结构 有一个初步的形式 他们就懂得欣赏 欣赏这座东西 就觉得这座东西很漂亮 有些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底蕴、含义 也表达了当时人对他的美好生活的追求 等等 这个就达到我们最起码的目的 就是这个意思 香港的中式建筑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因为当时的建筑技术不太好 所以不可以太高 第二就是因为材料问题 通常我们看到建筑以木材为主 一个是因为木材当时是移于收集 以及移于架工 第二个木材在中国人来说 就属于东方 所以就是复合了中国人那种 传统那种思想 现在我们看到这座建筑物 我们有三信心、有三间阔 这座建筑物本身这个刑制 是按照当时建屋的主人 他的经济地位、他的社会地位 规定了 不是说你想建多大就多大 第三个特点就是 中式建筑在每一个不同的部件里面 都有很不同的体现 我们会在这些建筑物里面 不同的部位 看到不同的意思 这个就是中式建筑 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我们考虑过 推广这些文化 其实有很多途径 其中一个就是出版两本书 这本书用了很多的图片 加上用小量的文字 再用通式去推广 他们可以看完这本书 按图索记去对照这些图案 对照这些建筑的构件 就加深的理解 第二个就会举办很多的广告 这些广告是公开的 有些是上门的 比如学校、老人中心、商见中心 那些就去推广 就让他们通过这个广告 加一些图片 一些PowerPoint 让他们有更深的认识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我们会组织一些导想训练 导想训练的目的 因为凭着我们几个人的能力 没有八字可以将它推广出去 通过导想训练 令到参加导想训练这班人 他们对这些古物古迹 有个认识会加深一步 第二个就是 他们可以重促学很多东西 第三个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想他们的责任心会强一点 这个我们觉得这个挺好 这些导想训练 除了一般的成人 还有小朋友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 我们推广到一些伤残人士 因为伤残人士 要用他们自己的角度 去推广他们自己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成功的 还有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送了很多给图书馆 我也见过很多朋友 拿着我们这本书去案图索棋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 挺开心的一件事 就是说他们可以 没看过广告的 没参加过田园考察的 多了一本书去 听过的去过 也都可以重温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效的途径 为伤残人士 对我们的民间人士 去推动本土的文化保育 其实的助力很大 比如说出版书籍、讲座、考察 一些其他活动 资源给了我们很多 第二方面 当我们在户外进行搜集的时候 有些当地人士会有些疑问 我们都会告诉他们 我们是得到 为伤残人士训练的支持 通常是比较很大的方便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助力来源 其实一般保罗大众 对我们的中式文物建筑 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我们现在的计划推行 就是希望能够通过 我们的简介和介绍 令到文物的形式会加深 进而懂得这些文物的可贵 会懂得如何珍惜和加以保育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之一 那是有筋略性的 也有筋略性的 neighbourhood